Hello,Buzz and World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嘉宜 一个行中公主这个角色有多少是你本色出演 生活中的性格和剧中公主的性格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剧本里面西南的角色跟我本人差的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西南在我初看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有点恋爱的 有点小任性的,有点公主病的一个小朋友 我本人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孩 剧中你最羡慕哪里做CP的情感状态,为什么呢? 我还是更喜欢西南人生处理的CP 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 我觉得情侣之间在一起相处还是快乐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一个行中你最想过哪个人的生活,为什么呢?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这个人 你最想利用这个身份去做什么事情呢? 不能过大嫂的生活,因为大嫂每天太忙 不能过生处理的生活 算了,还是过生处理的生活了 因为她有西南这么可爱的女朋友 我如果变成她的话,一定会马上把戏内举到手 如果给你的粉丝在剧中的男生角色中选一个男朋友 你会想选,为什么呢? 我觉得剩家三兄弟都很OK啊 但是担子不能太重的话,那就还是适出了 因为你看公主都这么喜欢她 就证明她这个男朋友还是很趁势 关注真的太难了 生活中依然会有存在类似感情 你会给真的面对类似感情的人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建议到谈不上 我只是觉得当下生活里面吧 任何情感其实都是需要去经历,去珍惜的 你要感恩她给你的馈赠 包括我演的这个戏呢 也会给我生活中很多灵感吧 希望我演的这个角色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过去一丝快乐 整个剧子氛围是什么样的? 剧子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会看其他演员拍戏吗? 会看其他演员拍戏啊 其实最快乐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是在拍群戏的时候吧 因为到场的演员比较多 大家会在一起聊天,会在一起点外卖 拍到有趣的桥段的话,也会一起走过去看 替粉丝考一下你 粉丝最喜欢你的三个优点 你自己最想就要的毛病是什么? 年纪还不错 笑声很模型 再就是灵魂有趣 最想改掉的毛病大概就是经常抠手 不受支配的一天你会想做什么? 如果有一天不受控制的话 享受到自然性吧 大波剧影帝的公主与李歌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李歌行里面是公主 但是影帝的公主里面的公主不是我 你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造型呢? 我自己平时是喜欢那种比较高级的时尚 然后还有休闲风格的 比如说日常的话会比较喜欢穿这种短上衣配高腰的短裤或者短裙 或者短上衣配一个高腰的长货 这样穿上衣的比例比较好一点 大家可以接下来 你原来自己做什么类型的造型 不出圈?你想尝试吗? 我都愿意去尝试啊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多发掘不一样的自己 至于出了出圈 其实我还不是特别执念于这个 我觉得能有戏牌不失业就挺好的 平时会学习一些穿戴技巧吗? 有哪些是自己肯定出来的穿戴技巧就算没问题了? 圆脸就尽量不要穿领子太小的衣服 然后如果窄肩的话就不要穿肩太窄了 买一个那种垫肩现在这种很流行 可以加一个垫肩 不显得头和力比例都好 你心中的时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心中的时尚应该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展现给大家的才叫时尚 因为时尚对于大众来说是个风向标 但它不一定适应于每一个人 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吧 如果选择一套好看的衣服的话 一个美美的妆对你来说哪个更重要呢? 那肯定好看衣服更重要呀 因为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氛围感美女吗? 女孩子一品好 气质和状态好是更重要的事情 素颜的话也没什么大所谓 大不了就戴个口罩 大家都戴口罩出门进来 平时出门都是什么状态呢? 如果不化妆出门遇到帅哥 你会怎么办? 戴口罩 你让自己快乐的三件事是什么? 收快递 收工 包饭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瞬间收工 不是 突然收工 瞬间收工 瞬间收工开心 伍尹 不是 怎么办? arrest